在军工人的不懈务力之下,沃空军终于首次站在世界一流的队伍中,甩掉了落后的帽子,尤其是第四代隐身战斗机歼20的成功服役。 不仅让国人扬眉吐气,而且一举摆脱了长期以来,依靠尖七和尖八对抗F16的屈辱,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尖二十的总设计师,扬伟,不夸张地说,在眼下这个灯口,能出来像扬伟这样的人才。 堪称国之姓氏,对航空工业来说,抛开航空发动机,我们在其他领域诸如航电,启动布局,整体设计登页已经落后了太长时间,歼20作为中国第一款第四代隐身战斗机,它的出现使得中国空军在装备上,初步摆脱了与世界第一梯的有代差的困境,与美军的F22站在同一个平台。 虽然在性能上还存在不小的差距,但是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难期,而中国空军也就此从国土防御,完成了向攻守兼北这一种大转变,可以说歼20的成功服役,使得中国空军摆脱了为了满足战争需求,而打造特定武器的局限,真正具备了一支可攻可受的体系化空军。 而实现这一转变的代价是高昂的,由于西方阵营对中国常年实施技术封锁,即便是俄罗斯也不愿意将核心技术传授给我们。 因此长期以来忍受洛克莱达的局面,过去在大批欧美留学归国人才的帮助下,我们造出了火箭、导弹和原子弹,也成就了一批两代一心的元勋。 但正是这些了西方收紧了对华国国人才的控制,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杨伟凭着自己过人的天资,在没有出国深造,没有欧美民事之党,没有优质资源可供研究的情况下,愣是将近20研发成功了。 作为能够率领团队突破种种技术封锁,将国产战斗机提升,到第四代谁转得功勋? 杨伟自小就显示出了非同常人的学习能力,从初中开始就散发出学霸的气息,初中毕业考试的成绩距离满分,仅有一分之差。 中考毕业后随后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提前才越来高考,而拿到的成绩之后更是令人抄忌,无论是青环, 北大还是科大少年班,他的总成绩都自距离陆续线仅有一两分之差,但后来由于是色弱这个弱点,只能学习数学和力学,就这样他落榜了青环和北大。 但如此惊奇的表现令当时的西北共大的老专家眼前一亮,老专家拍板,我自己就是色弱,没问题,于是破格陆续杨伟进入大学, 从此他踏上了为国奉献的道路,在杨伟的率领下,我们有理由相信,歼二十绝对不会是空军最后一款四代机,未来我们必将还会在五代机,甚至是六代机的领域,与西方再次展开一番较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